某一天,紅櫻賭博花光了身上的銀子,他非常缺錢,便想了一個法子,跑去找寒藝 喂,韓逸,我出一道問題,你若不曉得,給我十兩銀子,你出一道問題,若是我不曉得,給你一千兩銀子如何 這麼好的賭注,當然要玩一把啦 萬里長策有多長 哎呦,這麼難的題目,我不曉得呀 哈哈,給我十兩銀子 該我問,該我問 該我問 這傢伙能不能,就算賭注是神秘疫情,你也贏不了我的 上山四條腿,下山五條腿,下海六條腿的是什麼動物 太白白的,這什麼怪物 怎麼樣,不知道嗎 這個 這個,這個,我不曉得了 可惡,一千兩銀子吧 再見囉 等等,走直前行告訴我 上山四條腿,下山五條腿 下海六條腿的,究竟是什麼動物 拿去,我再给你十两银子咯 拍拍来的,你也不知道 你不想看,你不想看